大家好,这里是大人物小人物频道 今天要介绍的人物是以饰演电视剧 环珠格格,紫薇角色,而广为人知的女演员,林心如 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从环珠格格到秦深深与萌萌 他用迷人的双眸,醉人的笑容征服了亿万观众 从美人心迹到轻视黄飞 他用出色的演技和多变的形象 实现收视女王的美丽升级 他在清平浅校间,临花待雨处 演艺长河中,变换多种角色 用演技折射出国具的魅力 他纯天然的气息同时也感染着韩国国民 被韩国媒体称为中国的李英爱 他以实际行动证明并回馈观众 他的努力,他的人气,他的受欢迎程度有目共睹 高中时期,林心如是笑话 收到过很多情书,每天都有十几封 那时的林心如正值青春叛逆期 经常因将校服裙改短和穿黑色丝袜 而违反校级校规 是老师特别头疼的学生 1993年,林心如因一起帮同学赚外快 而填写模特公司表格 被星探发现成为广告模特 但是由于当时他只有17岁 所以,父母并不赞成他进入这一行 林心如为了有时间街拍广告 和经纪人联合编故事向学校请假 事情带路后遭到父母严厉批评 1994年林心如拍摄了个人首部电视剧《台湾重案录》 在剧中饰演苦命女小军1995年 林家原定让林心如高中毕业到海外读书 但经纪人觉得这样的外形不朝影视圈发展太可惜 就说服他接下青春校园电影《学校霸王》和金城武 林志颖最首戏 他在片中饰演女主角公主 同年他参演的现代爱情剧《原寨》 正是播出同时段他参与拍摄神话剧《天时钟馗之龙女斗水怪》 在剧中饰演丫鬟 末月1996年 林心如与上海仲介文化交流传播有限公司签约 成为琼瑶旗下艺人 同年在台湾系列连环剧《台湾灵异事件》 其中一个单元饰演一个小角色 之后参演都市爱情剧《真爱一世情》 在剧中是从乡下东港到台北求职的打工妹王秀平 这个角色的特点是比较丑 比较土 1997年 林心如在拍摄《还珠格格》时 湖南卫视领导正好看到这部戏 认为饰演夏紫薇格格的演员太丑 不能胜任 险些将他从剧组换掉而后参演的电视剧 他们三个在台湾电视公司播出 该剧改编自《穷摇同名小说》 剧中林心如在各个分单元分别饰演多个小角色 1997年 林心如拍摄的年代电视剧《上海探戈》正式播出 她在剧中饰演深深爱着男主角的大使馆女儿易风卢 紧接著在系列电视剧《星高青天》 《雷花到单元》中饰演娇俏可爱的飞凤郡主 同年参演的台湾时装剧《非常任务》播出 1998年1月30日主演的古装剧《御刺厨娘》播出 在剧中饰演英雏级高超被皇上御刺为神厨称号的红娘 4月28日改编自《穷摇同名小说》的古装轻功喜剧《环珠格格首播》 全国最高收视突破62.8% 创造中国电视剧有数据统计后的收视记录 林兴如评级夏紫薇一角成名 且获得亚洲华语电视台《亚洲十大艺人》的称号 1999年4月13日 三演的古装剧《时神》播出 她在剧中饰演赵十两的该女儿赵珊珊 4月21日主演的古装轻功剧《环珠格格第二部》播出 她在剧中继续饰演夏紫薇一角 并演唱插曲《你是否我是杀》 和梦里 该剧以68%的全国最高收视率 打破了《环珠格格》第一部创造的收视记录 成为中国电视剧有数据统计后的最高收视记录 9月16日 与谢霆锋 徐帆共同主演的惊悚恐怖电影《怪谈之魔镜》上映 11月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心跳》 评级该专辑获得大联盟音乐会卡拉 OK奖 2000年1月29日 与苏友鹏 谢霆锋 共同主演的喜剧电影《大赢家》上映 2月4日 首次受邀 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春节联欢晚会 与崔永元搭档演唱歌曲《溜溜的他》 6月23日 与温赵伦共同主演的浪漫青春电影《为你疯狂》上映 她在片中饰演 痴迷的追星少女毛妹 7月25日 林兴如与张卫健 谭耀文 朱英共同主演的根据金幽原著小说《陆顶记》改编的古装武侠剧《小宝与康奇首播》 她在剧中饰演刁蛮泼辣的《剑林公主》 10月11日 与张铁林 吴契龙共同主演的黑帮警匪电影《至尊确胜》上映 她在片中饰演 爱慕黑帮老大的少女梅佳慧 12月21日 与郭富城 王力宏 藤原几乡共同主演的警匪动作电影《雷霆战警》上映2001年1月19日 主演的浪漫爱情电影漫画《风云》上映 她在片中饰演张志玲与陈奕迅 同时爱上的风云出版神秘书阿梦 3月 推出首张个人国语专辑《双面林心如》 4月3日 改编自琼瑶所著小说 音语萌萌的年代剧《秦深深》与萌萌首播 她在剧中饰演独立进步的陆如瓶 该剧播出后 以逼近还珠格格的收视率 获得2001年电视剧年度收视冠军 是2001年韩国引进收视率最高的中文剧 5月发行个人专辑《阿拉塔拿》 8月22日 主演改编自古龙同名小说的武侠剧《新楚流香》首播 在剧中饰演敢爱敢恨的《司空轩》 2002年2月5日 武侠剧《少年张三峰》播出 由于香港电视制作方要求 在港台播出的电视剧 男女主角必须有一定比例的港台演员 所以剧组特要林心如与苏友鹏搭档饰演 港台版冰心一角 以填补大陆演员比例过大的空白 6月27日 主演的动作电影《生死宿地》上映 在片中饰演义工《孙星星》 8月5日 与陈坤合作主演的都市爱情剧《非你不可》播出 在剧中饰演《活泼聪慧的四嘉义》 2003年1月13日 与黄日华等共同主演的武侠剧《最全苏启尔首播》 在剧中饰演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红英武馆大小姐 苏灿的未婚妻《红启莲》 4月12日 与陆毅共同主演的时装励志剧《蓝残女帽》播出 在剧中饰演开朗倔强的苏拉 该剧2003年收视率 在同时段央视电视剧节目中排名第一 全台湾排名第二 仅次于第一位的新闻节目《新闻联播》 9月15日 与张志玲再度合作主演的 改编自古龙同名小说的武侠剧《非刀》 《六剑非刀》播出 在剧中饰演冷血杀手《月神》《薛采月》 10月2日 与台俄文 向《亲情》共同主演的 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的年代剧《半生源》首播 在剧中饰演年龄横跨14年 经历情感沧桑的顾曼珍 并且演唱了该剧片头曲《半生源》及片尾曲 擦肩而过 该剧一经播出 就获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 2004年2月5日 主演的爱情电影《我爱天上人间》上映 她在片中饰演性格内向的导游刘海 6月14日 起回台湾 宇涵在说 是一男共同主演的爱情和拍剧《紫藤恋首播》 在剧中饰演品酒师黎一乔 并演唱片尾曲《这一秒钟》 10月发行首张精选专辑 拥有 2005年1月6日 动画电影《龙刀奇缘》上映 林心如在片中为国语版《巴黎八》配音 1月21日 主演的悬疑搞笑古装电影《以十二鸟》上映 2月27日 与苏友鹏再度合作主演的中国首部魔术题材青春偶像剧《魔术奇缘》首播 在剧中饰演魔术师林小门 2006年4月25日 主演的时尚音乐电视剧《星光大道》播出 在剧中饰演音乐教师《米露》 5月10日 喜剧动作片《江湖龙女》上映 6月21日 根据基米漫画改编的现代故事爱情剧《地下铁首播》 林心如在剧中饰演盲女傅晶晶 这是林心如与丈夫霍建华合作的第一部作品 7月2日 以音乐为故事发展主线的爱情剧《巴黎练歌首播》 她在剧中饰演驴法钢琴家 郁曼芝同年11月 离开仲杰传播公司 与华裔兄弟传媒集团签约2007年1月29日 林心如获BQ2006年度红人榜 年度港台地区最受欢迎女明星 2008年11月发行个人专辑《星如主义》 评级该专辑获得第12届七彩金曲排行榜 年度全能艺人奖和最佳金曲奖 2009年成立林心如工作室 筹备投资多部影视剧《任志骗人》 1月12日 她主演的民族情感剧《大理公主》首播 她在剧中饰演聪明慧杰的《大理公主》 更爱乐 2月14日 主演的改编自痞子蔡同名小说的电影 《野玫瑰》上映 她在片中饰演个性独立 但有些自闭的都市寂寞女孩 也没贵 7月20日 与文章共同主演的偶像剧《爱在日乐坛》播出 在剧中饰演台湾少数民族安安 并演唱片尾曲《海洋》和插曲《习惯了》 7月21日 古装神话剧《风神榜》之舞王伐咒播出 她在剧中饰演狐狸金苏打几 8月13日 影好友张子怡邀请 友情出演爱情喜剧《非常完美》 在片中饰演漫画经纪人陆小夕 并评级该角色 获得2010年电影华丁奖 华语电影《最佳女配角》 10月6日 参演的古装年代剧《大慈堂首播》 在剧中饰演传统灰州女人郑秀云 并与萌宇共同演唱该剧主题曲《等待》 2010年1月 获得腾讯网2009星光大典 港台年度最受欢迎电影女演员 3月5日 主演的《全衣侦破喜剧》 《支线夜光明》正式播出 在剧中饰演夕阳留学回家的柳家小姐 柳孝倩 3月15日主演的古装宫廷剧《每人心计首播》 剧中林心如转情饰演 依靠智慧 以及当狠则狠的手段 从一个宫女到为吕厚做奸细 直至最终成为汉朝皇后的斗衣房 年龄跨度从16岁到斗衣房去世 十分具有挑战性 并且林心如评级该角色获得优孤2011年度大剧盛典 最佳港台女主角奖 2011年度娱乐大典年度最具影响力电视剧 女演员第五届越南DMA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女演员 将并演唱主题曲《落花》 该剧也获得2011年悟空大剧盛典指数 影响力大奖 安徽2011国剧盛典十家电视剧 5月2日 历史战争剧三国播出 她在剧中饰演孙权的妹妹孙尚香 6月13日 参演的爱情电影《活该你单身》上映 在片中饰演心理医生菲尔 并与刘沁共同演唱主题曲《爱不能停》 7月2日 参演的都市爱情电影《无人驾驶》上映 林心如在片中饰演女骗子王丹 2011年7月16日 参演的电视剧《青环珠格格首播》 林心如受重邀邀请特别出演夏紫薇的母亲《下雨喝一脚》 9月30日 林心如工作室出品的首部古装剧《青世黄飞》播出 林心如首次担任制作人并且饰演王国公主马富雅 全剧全国平均收视率1.69% 平均份额8.18% 稳居同时段电视剧《全国收视率》第一 林心如评级该剧获得安徽卫视 2011年国剧盛典年度最佳制片人奖 优酷2011大剧盛典年度最佳制作人奖 和优酷2011年度大剧盛典岁 加港台女主角奖并演唱同名片头曲《青世黄飞》 2012年5月27日 林心如工作室自制的首部电视电影《遗忘首播》 该片入围第47届金钟奖三项提名 10月7日 第三次与路易合作主演的历史传奇剧《苏东坡》播出 她在剧中饰演苏氏的原配妻子王福 11月3日 林心如工作室出品的第二部时装剧《姐姐力正向前走》 在湖南卫视周波 在剧中 她担任制作人并饰演性情慵懒的大理女编剧《汪明明》 2013年3月28日 主演的恐怖电影《由上映》 她在片中饰演网络恐怖小说家夏立东 在片中饰演工厂组长兼机乘车司机谢宇柔 6月3日 参演的古装推理悬一剧《少年神探敌人》接首播 她担任该剧艺术总监一职 并特别出演一代女皇《五妹娘》 7月18日 主演的惊悚电影《京城81号》 在中国上映 在片中饰演两个角色 今生女作家许若清 前世许若清太婆路迭遇 票房突破4亿元 刷新国产惊悚片 最高票房等10项记录 7月19日 林心如工作室出品的第三部 已在建为主题的爱情剧 16个夏天首播 在该剧中 林心如担任制作人 并饰演外表看似奔放大喇喇 但内心其实有很多设限的唐佳妮 并凭此提名第五十届台湾电视金钟奖 戏剧节目《最佳女主角》 该剧也获得第五十届台湾电视金钟奖 戏剧节目奖 公式受视平均1.87 最高达到2.75 12月25日 反映记者题材的电视剧 独家披露登陆江西卫视独播剧场 她在剧中饰演大道公司董事长 方首道的女儿 中都时报记者方舟 2015年2月18日 何佳欢贺岁喜剧片《大写灵门》 在台湾首映 在剧中饰演成功的婚纱设计师李淑芬 该片票房突破2亿新台币 成为台湾春节当上映电影的票房冠军 2016年2月7日 林心如记2000年之后 时隔16年 再次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与梁永奇 刘涛 共同表演体现平坛艺术的歌曲类节目 《山水中国美》 4月27日 主演的奇幻超能体验剧《奇妙的时光之旅》播出 在剧中饰演当红女明星谢嘉欣 4月29日 主演的惊悚片《魔宫魅影》上映 林心如在该剧担任出品人及制作人 并在片中饰演电影《皇后》 《孟思凡》7月1日 主演的悬疑电影《魔伦》上映 在片中饰演坚强可爱的白富美宠物医生刘晨晨 7月21日 林心如工作时出品的第四部大型古装剧 秀丽江山之长歌行登陆江苏卫视 她在剧中担任艺术总监制作人 并饰演东汉光烈皇后 英丽华 演唱片尾曲《红颜江山》 2017年3月31日 参演的改编自《冬夜归吾》 同名小说的悬疑电影《嫌疑人X》的现身 上映 她在片中饰演单身妈妈陈静 并且在拍摄期间 林心如刚与霍建华结婚 并且正怀有四个月身孕 便答应好友导演苏友鹏的邀请 全素颜参演 其中与前夫妇间 其冲突的动作戏也是她亲力亲为 苏友鹏表示很感动 5月31日 林心如在生下女儿小海藤后 付出主演的首部电视剧《我的男孩开机》 她担任该剧制作人 并在剧中饰演 个性独立又坚强的广告公司导演罗小飞 2019年 参演电影《迷失安迪》与主角 并担任兼职 入围大阪电影节 2019年 联合永赖正敏 出演科幻电影 RPG 《值月亮》 2020年客串电视剧《若是一个人》 2020年 出演讲述 三位女性创业故事的励志剧集 《她们创业的那些鸟事》 4月30日 特别出演的《谁是被害者》播出 在剧中饰演李亚军 2021年11月26日 林心如主演的悬疑剧《华灯初上》 上线奈飞 Netflix 在剧中饰演罗宇宇农 在剧中饰演罗宇农 参演电视剧《华灯初上》第二季播出 2022年3月18日 林心如主演《华灯初上》上线影社后制业者 百玉数码 2022年4月14日公告 演揽身间该剧制作人与女主角的林心如 担任策略长 4月 由林心如演唱的影视剧《华灯初上》插曲《请别爱我》 MV曝光 9月7日 林心如评级《华灯初上》 入围第57届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 2023年3月31日 参演的电视剧《模仿泛播出》 同月 出演的台剧《此时此刻》发布新版卡次预告 林心如出生于台湾一个中等小汤之家 爸爸是个生意人 从事投资业 妈妈是家庭主妇 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林爱为 林心如自幼父母离异 小学时为父母做起红娘 撮合两人 在分开十多年后又重新和好 林心如的初恋是在16岁 初恋情人就是高中时的同学并且是篮球队员 林心如的初恋仅仅与之交往了四五个月 便因两个人都不够成熟 不懂如何相处 而最终宣告分手 林心如同时也是位赛车爱好者 她于2009年3月21日 在台北参加Puma极限标速大赛 这是她首次挑战赛车 在比赛过程中 因激烈冲撞 而使为步步式 完成比赛后直奔厕所狂吐 最后宣布退出后面的赛程 2015年9月9日凌晨2点 林心如在家入测试摔伤下巴 随后被送往医院 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 符合试真 霍建华特地飞回台湾 看望2016年5月20日 林心如工作室微博确认 林心如与霍建华的恋情 同年7月5日 林心如工作室微博宣布结婚喜讯 7月31日 林心如与霍建华在巴黎岛举办婚礼 妹妹林安未担任伴娘 车内众多演员好友出席婚礼 9月7日 林心如首度承认怀孕 2017年1月6日 林心如在台湾生下女儿小海豚 身高50多厘米 重3300克 霍建华从北京飞回台湾 陪产同年5月8日 林心如与霍建华 现身晴天公 为女儿求好孕 2019年 林心如进入世新大学上海 NBA境外硕士专班 传播管理学系 2020年 因疫情关系 转到台北世新大学继续学业 2021年6月 林心如从台北世新大学 传播管理学系上海硕专班 顺利毕业 以上就是今天 关于林心如的介绍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关注我的账号 大人物小人物 如果有什么想听的人物故事 也请在下方留言 Peace